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我们继续聊哈以战争 以色列军队目前已经在南加沙进攻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为了给以色列军队制造麻烦 侧应加沙地带的哈马斯 野门胡在武装多次发动 针对红海海洋目标和以色列境内南部地区目标的导弹袭击 包括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 自杀是无人机的多种武器 打击让美国和以色列非常头痛 眼看着以色列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应对它 野门胡在武装开始变得变本加厉 越来越得瑟了 先是劫持着以色列商船 近段时间更是袭击了挪威的邮轮 封锁了红海 以军忍无可忍 决定不再忍了 派四艘神盾级护卫舰护航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3日发布消息称 以军首次派出了四艘萨尔6型护卫舰 驶往红海 加入其海军作战行动 四尔6型导弹汇舰是以色列海军的绝对主力 也是目前中东地区最先进的导弹汇舰 四尔6型导弹汇舰由德国制造 安装了以色列生产的ELM2248MFTR有缘项目镇雷达 能够同时跟踪数百个空中目标 防空导弹为巴洛克舰空导弹和海基板铁穹 防空拦截能力很出色 有评论人士指出 这四艘神盾级导弹护卫舰 被派往红海显然是针对野门胡塞武装 将会执行两类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为商船保驾护航 此前野门胡塞武装曾使用直升机搭载突击队员 扣押过和以色列有关的混轮 此次以色列海军派出的四艘萨尔6型护卫舰 就是要在红海区域进行常态化巡航 防止胡塞武装侵扰以色列民用船只 第二任务是拦截野门胡塞武装发射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萨尔6型护卫舰虽然排水量只有2000吨左右 但是它配备有X波段的相互战雷达 巴拉克8舰载防空反导系统和舰载铁穹防空系统 可以在海上进行跟踪探测 对胡塞武装发起的海上袭击进行火力拦截 这四艘护卫舰主要是进行防卫的 不会进行打击 可能会有网友说 如果只是防卫 野门胡塞武装如果饱和攻击的话 这些护卫舰的导弹用完了怎么办呢 因此以色列应该还会有打击手段 这种打击手段不会是护卫舰 而应该是潜艇 以色列很有可能在相关海域 部署了海豚级常规潜艇 以加强打击力度 以色列海军的海豚级常规潜艇 可以发射射程达1400多公里的潜射巡航导弹 如果以色列真想对胡塞武装进行报复式的攻击 发起攻击的很可能 是潜身水下的海豚级常规潜艇 这下好了 野门胡塞武装如果再想着对红海海域的商船 进行袭击或者是劫持的话 以色列将会用雷艇手段予以打击 甚至不排除用潜艇发射导弹 把他们的老巢给端掉 老虎不发威还真的以为是病猫 等待野门胡塞武装的将会是雷霆一击 最近呢 以哈战争应该说进展并不是很明显 但是的确有了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进展 首先我们来看看 哈马斯的领导层对哈马斯的一个认识 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哈马斯的残暴性 和他的本质 哈马斯的一个领导人 他是前哈马斯的通讯部部长 叫哈桑优素福被抓住了 他的一个审讯视频呢 进一步揭露了哈马斯的困境 哈桑优素福就严厉的批评了哈马斯的现任领导层 特别是西瓦尔 他说这是一群疯子 他们摧毁了加沙地带 把这个地带倒退了两百年 曾经在加沙地带的前统治者 也就是现任哈马斯政治局的局长 伊斯梅尔哈尼亚手下任过职 并且担任过很多的职务 对于西瓦尔 他并不是敬仰和崇拜 而是用自己经历过的这种大风大浪 去体验到西瓦尔的真面目 他是去独立思索的 哈桑优素福对哈马斯的未来是这么判断的 他用了一句话 他说哈马斯已经没有生存的机会了 哈桑优素福透露加沙统治者有妄想症 感觉自己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他们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事 不会咨询任何人的意见 10月7日的大屠杀 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 他普通说哈马斯取得的成就是杀戮 以及摧毁了加沙地带60%以上的建筑设施 截道 由于战争 哈马斯下属的军事部门受到了重创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些投降者 这些哈马斯的投降者 为什么都光着上身 甚至只穿了一条裤子就出来投降 这是为什么 看起来好像很不人道 的确如果让一般人看起来 这个天气也没有那么炎热 但是他们都光着上身 而且穿着三脚裤衩 抱着头出来投降 蹲在地上 网络上传播了很多这样的照片 实际上是哈马斯他们 有一种非常残暴的手段 就是自杀式袭击 他们有的人如果穿上衣服 里面绑着炸弹 假装投降出来 就像平民向以色列军队进行爆炸式的袭击 为了以防这种自杀式的袭击 他们出来就要脱掉上衣 而且他们的上衣都在海水里浸泡过 已经没有办法再穿上了 所以让他们就脱下 光着上身出来抱着头 我们看到这样的照片很多 但是以色列也认识到这一点 但他们没有想到啊 有这么多人出来投降 据说大约有上千人 从各个地道口出来 后来以色列就准备了一身投降的服装 让他们穿上 这就是我们看到他投降光身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大批的汉马斯分子穿着这样的衣服上来投降了 这说明汉马斯已经是兵败如山倒 但是汉马斯的残余还没有被抓住 我们继续观察 近日一场耸动全球的事件 再度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紧张关系推向了高潮 据于最新消息 汉马斯组织中的一群联合国校长和雇员 居然通过地道偷偷投降以色列军方 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呢 不仅揭示了哈马斯内部的复杂关系 更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瞩目 这样的事件 不仅对联合国自身形象造成极大负面影响 而且对巴以和平进场也带来了严重的阻碍 联合国作为撮合巴以和平的重要机构 应该全力的维护公正和中立的原则 然而联合国校长及部分的雇员的合谋行为 使得以色列方面对联合国的行动产生了疑虑 甚至不信任感 严重损害了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影响力 此次事件揭示了联合国内部的问题和腐败 透露出了一些高层官员的私立和权力滥用行为 将军围起害群之马 这些行为严重背离了联合国的核心价值观 因此有必要对联合国的内部制度和管理机制 进行彻底检查和整改 以重建其公正和中立的形象 在此背景下 国际社会必须对联合国进行高度关注 确保其履行它在国际事务中的职责 更重要的是 唤起国际社会对联合国校长及雇员的谴责 促使联合国高层重新审视自身的行为 并加强内部监管 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重新获得社会信任 并履行其使命 让我们了解一下这名哈马斯成员的身份 他是一名年轻的前成员 根据他的供词 他加入哈马斯是为了一种意识形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渐渐地对该组织的不公和滥用权力感到了厌倦 因此他最终决定投降 并揭发一系列丑闻 其中包括这次涉及联合国的指控 据这名投降的哈马斯成员透露 联合国校长和雇员参与了一起盗窃援助行为 据他所言 该组织本应将援助物资提供给需要帮助的平民 但事实上 一些联合国工作人员将这些物资私自据为己有 他声称 这些物资包括食品 药品和庇护所等重要资助品 他们被转卖用于个人牟利 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却因此被无情的剥夺 这不仅是对联合国的背叛 更是对受灾地区的无情抹黑 哈马斯成员的披露 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一方面许多人对这些指控表示怀疑 认为这可能是哈马斯试图破坏联合国救援机构生育的阴谋 而另一方面 也有人对这些指控深信不已 并将之看作是联合国机构长期存在的问题的症结所在 鉴于指控的重要性 联合国已采取行动密切调查这些指控事件 他们发表声明称将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 确保相关的雇员的行为得到适当的处理 同时他们也呼吁所有的相关方提供更多的证据 以便进行全面的调查 并由此来确保联合国救援机构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让我们了解一下哈马斯投降事件的背景 哈马斯是一组活跃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激进组织 被多个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视为恐怖组织 最近哈马斯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 并表示愿意投降 以结束其激进活动 这一消息引起以色列的关注 并决定采取行动以确保和平稳定的实现 在此背景下 以色列控诉联合国秘书长 干预处理哈马斯投降事件的行为 其原因是联合国秘书长 作为联合国的最高领导人 应该保持中立和客观 而不应该对特定事件进行干预 以色列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干预 可能导致处理事件的不公正 可能会对以色列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让我们来评估以色列控诉的有效性 首先联合国秘书长 作为联合国的最高领导人 确实应该保持中立和客观 在处理诸如哈马斯投降事件的观点问题时 他也有权利表达他的观点和立场 这种表达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的干预和偏向 而可能是出于对全球和平和稳定的担忧 此外 以色列的控诉可能过于担心联合国秘书长的观点 对以色列影响 作为联合国成员国之一 以色列也可以通过与其他成员国的合作和协商 来确保其利益得到保护 因此 以色列的担忧可能过于夸大 而且也应该面对和接受联合国秘书长 对于特定问题表达立场的权利 尽管哈马斯这一举动 引发了世界各地的广泛争议和讨论 但我们不能忽视他所揭示的问题 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组织 应该尽力的维护和促进和平 而不是成为冲突的一部分 这一事件暴露了联合国校长和雇员的问题 他们究竟是谁在推动和平 还是在推动分裂 一位诗人说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与远方 但我因为没有固定工作 每天像陀螺一样忙碌 没有了诗与远方 只有眼前的苟且 生活重压之下 发射品成了我唯一的一个减压口 在我的字典里 没有休息日 没有节假日 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活着 拼了命的 用尽全力活着